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要报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中共的军报罕见的谈及火箭军表示必须要天天月月查问题 全球追问力上浮北京回答在线诡异 中国工商银行的原纪委书记刘立宪主动投案 吸引外资连续三月挫败北京急开会全力以赴的稳外资 央行放钱5000亿没有用 股市收黑会市持平 驻台湾武力北京再制裁两家美国军工企业 习近平重罚秘密私教大学生怒吼把穷人逼死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法国的信息表示根据中共的解放军报 在星期五也就是9月15号的时候罕见的发文批评 说中国的火箭军的某部队在一次演习实地评估当中 显示出了缺点 这表明了中国军队在监管常规导弹还有核力量的方面的备战能力存在差距 就中国火箭军暴露出来的短板 中共的军队的官方报纸援引了火箭军某部队的县党委领导 针对在最近的一次实地的调查当中发话表示 必须要天天月月对训练和备战当中的问题进行评估 以消除问题和困难 报道说中共的解放军火箭军是中国军队的一个战略兵种 该军中的两名最高领导在7月底的时候突然被两名非导弹部队的指挥官替换 火箭军的备战状况最近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而根据中国热门的微博的官方账号表示 自8月份以来火箭军已经至少进行了两次演习和训练 而中共的解放军报表示 今年以来火箭军的政委等一些党官多次的深入演习前线 评估部队的战备情况 报告还表示他们的精神应该集中 该报还指出火箭军谋旅的人员编制不足 而本月初的时候 中国的国家主席兼中共的军委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在视察驻黑龙江省的东北部的部队的时候 再次呼吁在新能力建设过程当中要提高战备的水平 而路透社报道表示 领导层的不确定性不仅仅集中在了火箭军的身上 直接了解此火箭军事件的官员 此前向路透社曾经表示 9月初的时候 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突然退出了与越南国防领导人的会晤 他已经连续数周缺席在公众事业当中 报道说中国的国防部长主要是负责国防的外交 不指挥作战部队 而中国的国防部尚未就他的缺席发表任何的评论 好 再来看一下全球都在追问李尚福 北京的回答在线诡异 来自法国的信息表示 路透社法新社还有美国媒体以及英国媒体 以及台湾媒体都在纷纷的报道中国国防部长 李尚福可能出事的消息 李尚福超过两个星期没有公开的露面 因为没有中国官方的正式信息 媒体报道多维引述了消息甚至是猜测 但是媒体警告李尚福出事不仅显示了中国军方的问题紊乱 也影响了对外的军事沟通 在乌战与台海关系的紧张情势的当下 李尚福疑似出事引发了担忧 法新社在9月15号的时候报道表示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信息 美国政府了解到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正在接受北京内部的反腐当局的调查 并且可能已经被免职 金融时报援引了三位美国官员的话表示 在美国驻日本大使易曼牛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李尚福部长三周杳无音讯几个小时以后 美国政府也发布了这样一个信息 李尚福曾经在8月中旬的时候访问了俄罗斯还有白俄罗斯 法新社在9月15号也就是星期五的时候 问及到了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可能进行的调查 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回答表示他不知道相关的情况 不过白宫并没有公开的提及此事 在美国怀疑中国的国防部长下台的两个月以前 中国的解放军负责战略导弹包括核导弹的部门遭到了彻底的改组 7月份的时候中国宣布赋予该部队新的领导权 但是没有说明改组的理由 同时媒体报道了涉及该部队前负责人的贪腐的调查 而这些将领已经数周没有公开的露面 7月份的时候在中国的前外长秦刚出事之后 中国政府也正式的解除了他外交部长的职务 但是同样的没有提供任何的解释 而在7月份的时候中国宣布对外交部进行信的任命 但是没有说明更换的原因 同时有媒体透露了涉及到中国外交部前负责人的腐败调查 此前秦刚已经数周没有在公开的长河露面 最早的官方的一项解释 曾经也提到秦刚得了病 报道表示接替秦刚的是他的前任王毅 另外报道指中国的前外交部的领导人李兆兴出马担当 也引发了外界对新任回国的外交部长王毅的猜测 好再来看一下中国工商银行的原纪委书记刘立宪主动投案 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 根据中国官方的信息通报 中国工商银行的原党委成员 纪委书记刘立宪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主动投案 报道表示根据中共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在星期五也就是9月15号的时候公布信息 刘立宪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主动投案 目前正在接受中共纪委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 以及监察调查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刘立宪2005年加入了中国工商银行 担任纪委书记 他曾任中国的最高人民检查院 贪污贿赂检查厅的副厅长 反贪污贿赂总局的副局长 检查技术局的局长 监察理论研究所的所长 好再来看一下中国吸引外资连续三个月挫败 北京紧急开会全力以赴的吻外资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的商务部在9月15号的时候公布 今年1月份到8月份 中国全国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 33154家年增33% 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人民币 8471.7亿元 年减5.1% 这是中国吸引外资连续第三个月下降 比1月份到7月份再下降了1.1个百分点 中国商务部的官网 在9月15号的下午发布了这项数据 仅提到了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一些行业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增长比例 以及英国 加拿大 法国 瑞士 荷兰 德国等国的增长比例 没有公布下降的行业与来源国 中国的商务部的外资司的负责人表示 1月份到8月份 中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出现下降的主要原因 有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世界经济恢复缓慢 全球跨国投资乏力 还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表示 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12% 今年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根据经济合作继发展组织7月份发布的报告 初步的估计2023年第一季度 全球外商投资年减25% 第二就是去年同期的基数较大 2020年到2022年的三年期间 中国吸收外资实际持续的稳定增长 2022年吸引外资规模已经超过了1.2兆元 再创历史的新高 三年平均的增幅为8.6% 去年前八个月实际使用外资的金额 也是历史同期最高 另外中国商务部的外资司的负责人并表示 外商投资是市场行为 阶段性波动是正常的 既要看规模也要看结构 既要看当下也要看长远 他说一到八月份 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19.7% 引资质量持续的提升 中国全国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 年增了33% 充分体现了外商对于长期在华投资的信心 而中国商务部外资司的负责人还表示 前不久中国国务院推出了 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 聚焦外资企业的突出关切 推出了新一批24条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相信在各方的努力之下 中国将持续成为外商投资信业的热土 另外根据发布 中国商务部在9月14号的时候 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全国的 稳外贸稳外资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指出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 找准发力的方向 多错并举打好政策措施的组合权 着力抓好说明企业稳订单拓市场 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等十项重点工作 另外该会议还要求中国的商务系统 要狠抓政策落实 服务保障还有宣传培训 风险防范等各项工作 全力以赴的稳外资稳外贸 为推动经济运行持续转好 提供有力的支撑 好再来看一下中国的央行放钱5000亿 仍然没有用 股市收黑会市持平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在9月15号的时候 调降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 0.25个百分点 预计释放超过人民币5000亿元 但是股汇双市没有看到起色 中国大陆股市三大指数 在9月15号的时候收盘时均高下跌 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平 综合新浪财经等些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说 每股三大指数在星期四 也就是9月14号的时候集体收涨 A股三大股指早上开盘的时候涨跌不一 股指报3133.59点 涨了0.23% 深程值报10213.61点 涨了0.16% 创指报2009.33点 跌了0.13% 大盘在午后震荡走低 三大指数再度的翻黑 创业板指数一度跌破了2000点 刷新了2020年5月份以来的新低 年内已经跌了近15% 尽管中国的央行在9月14号的时候宣布降准之后 中国大陆媒体均称有助股市的上涨 但是三大指数在9月15号的下午收盘的时候均高下跌 股指收盘的时候报3117.74点 跌了0.28% 深程值报10144.59点 跌了0.52% 创指报2002.73点跌了0.45% 根据报道表示 沪深两市的主力资金还呈现了大幅净流出的状态 两市一共流出了161.4149亿元 在汇市方面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在9月15号的时候上调88点 报7.1786连续五个交易日上涨 本周累计上涨了364点 在岸的人民币对美元在9月15号的早上以7.2798开出 一度上攻到了7.2460 但是随后又拉回 在9月15号下午的时候收盘报7.2691 较上一个交易日的时候微幅的升值了10个点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在9月15号的时候以7.2845开出 截至到9月15号的下午5点报7.2810升值35点 中国多家的投雇人士表示 匠纯对目前正处于震荡阶段的A股 无意是强心剂 一是释放出了流动性充裕的信号 第二是有利于经济基本面的进一步向好 第三是提振了市场的信心 不过从短期来看 由于进阶政策组合权接连落地 市场对利多有一定程度的顿化 好 再来看一下助力台湾武力 北京再报复两家美国军工企业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中国的外交部在9月15号的时候宣布 对诺斯·洛普格曼鲁 还有洛克希德·马丁·圣路易斯市的分公司 这两家美国的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原因是参与了美国出售台湾武器 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央视新闻的报道说 中国的外交部在9月15号的下午 举行了例行的记者会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 在会中做出了上述的宣布 他说美国政府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 执意向台湾提供武器 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还说在武装台湾的错误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王尼宣布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的分公司 作为主承包商直接参与了8月24号美国售台武器 而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多次的参与了美国售台武器 根据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 中方决定对上述的两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另外他表示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坚定不移 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 停止美台军事勾连 停止武装台湾 否则必将遭到中方坚决有力的回击 报道表示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在8月24号的时候宣布 将出售F-16战斗机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与相关的设备给台湾 估计总额达到了5亿美元 国防报还表示美国同意共售的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 是配合F-16V战机研发的最新的形式 可以进一步的强化战机对远距离目标侦测追踪的能力 大幅度的提升空中作战的能效 F-16V升级计划由洛克希德马丁与汉翔公司来合作 今年2月份的时候 洛克希德马丁被中国商务部列入了不可靠的实体清单 禁止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 还被要求缴付对台军售金额两倍的罚款 诺斯·洛普格鲁曼也多次的参与了对台军售 最近包括了火山载车布雷系统 以及F-16V搭载的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好 再来看一下习近平重罚秘密私教 师生恐慌 家长崩溃 大学生怒喊 把穷人逼死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的教育部近日宣布 自今年10月份中旬开始 无证课外辅导机构将面临高达人民币10万元的罚款 这项新的措施导致家长和兼职家教的大学生 还有老师们十分的焦虑 美国之音在9月15号的时候就报道表示 这是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推动教改的政策之一 但是来自中国甘肃省的天水市的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系的大四毕业生李伟就表示 他对政府制定这样的政策感到难以理解 他表示对于找不到工作得做家教的学生来说 本身经济就困难 一下子罚这么多钱不如直接把人打死 他说周遭很多同学在毕业之后就失业 他目前只好到北京市昌平区的二手车店做销售 但是有些同学仍然秘密的当家教的活动 一下子罚这么多钱把穷人的活路都给断了 吕贝贝是北京邮电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一年级的学生 他来自中国东北的农村 由于家庭的经济条件困难 不做兼职的家教几乎就等于没有温饱之源 不仅学生喊苦 报道表示实际上当局查禁课外辅导已经行之有年 反而导致了私教市场严重的萎缩 价格暴涨 很多家长都不堪重负 天津的市民李文文的丈夫 任职于中国的国企月薪为一万块钱 他说政府不允许办补习班 机构只能够变相的招生 而价格上涨了好几倍 以前孩子一年的补习费用是七千到一万块钱人民币 如今这个金额是一个月的价格 尽管所费不资 但是不上不行 李文文表示 如果不上幼小贤界的课程 到了小学 本应该老是教的 他都会一带而过 所以大家都是想办法上补习班 政策特别严格的时候 私教的课程一个小时要两千块钱 在北京市通州去的居民陈雪是全职妈妈 她的丈夫创业做媒体公司 虽然收入还算不错 但是提到孩子补习的支出 同样是一堆的抱怨 他说现在不准办英语数学语文补习 家长只能够花高价偷偷摸摸的把孩子送到补习班去 凸显了教育已经不是花钱就能够买到的商品 万幸的是只有一个孩子 他表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多生一个孩子就算他输 来自中国上海学会区重点高中的上海市卫育中学国际部的汉语老师 阎美英表示 对于无证的课外辅导来说 只有罚款 如果是编制内的老师开课外补习班的话 将面临着直接的开除 类似于当年计划生育时期的处罚政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